各位漫迷朋友好 又是我Candy 雷文 跟大家研究一下10月1號 頭場第一場賽事 這場四班千二米 究竟明天有沒有雨 各位師兄都可以留意一下 雷文在這裡溫馨提示 未看片之前可以按一下 按一下讚 第一場四班千二米 出馬九匹 跑過的 上次又中了的飛馬輝王 德益良多 大純威 清新動力 這四隻跑過的 一二三七 即是今季跑過的 新初出的 完全未見過的 有四五六三隻 那就是 四五六三隻 先跟大家講未見過的 由神粗講起 看那些試集 都有多少交到成績 那暴風客 就試了一貨 試了一貨田太安 試了一貨集 那我就覺得呢 就前面走回來 就叫做可以 這樣 但是 末段的時間 只不過是一般一般 就 試集合格的 就是 不過不失 但是這貨集 多少碼都可以 亮化歡騰 中歡笑 金碧科 這些 那我就覺得 就 不是特別出色 一般一般 這一貨試集 但這一貨不是田太安市 這一貨不是田太安市 這一貨不是田太安市 就一出集 就已經是 有開邊 不是 阿蝕恩 因為撿了一檔的關係 末段開邊 沒有什麼反應 但是這一貨是戴頭罩 剛才田太安那貨 就不是戴頭罩 接著呢 粉絲狂歡 他又試了三貨集 三貨集 裡面 我覺得 他出集 都是有少少 萬一萬 三貨都是萬一萬 但是末段回來 就叫做OK 但是也不是特別出色 至於日日救 這隻馬 是阿根廷馬 這隻 之前 史卓峰店主 我記得 史卓峰店主 但是騎的時候 就找了我 潘頓上陣 對了 那 史卓峰試了這一貨集回來 就 在前面 就一出集 那時候 輕輕被人捱一捱 但是去到末段 又不是說很多 食時間 也都不是幾出色 都有少少少給他 那 史卓峰不斷碰住 那 我覺得 只不過是一般一般 那 銀時 就跑過 但是今季 試了貨集 我稍後會和大家看這一貨集 這一貨集 因為有兩隻馬可以看的 這隻馬上一季 就跑到鼻孔有血 這隻馬已經兩次鼻孔有血 有得精彩 那天就搞定了 和紅龍一起 銀時就和這一貨集 還有什麼馬 寶貝儀那天就贏了 和日日救一起 是的 靚子驚 那隻是威子驚 那麼 變成了 看看這一隻 日日救 就看看這一貨集 其實這一貨集 我想和大家看看銀時 銀時去到末段 好像沒什麼 騎下去又有些 至於跑 試襲第一 這隻勁快步 都是被人左 才進不了 PACE 但是試襲時間 58秒1 叫做OK 那日日救 就是六檔 那銀時八色三 就是七檔 這兩隻 紅色六檔 就是日日救 銀時就是這隻 銀時去到尾的時候 好像沒什麼 但是騎著騎著 又有些 湧上來 那日日救 就在這裏 再在中江 紅衣 紅帽 就是日日救 裏面是綠色三 還有這隻超好日子 這隻是有得精彩 苗裡又有省靚的招牌 這隻是日日救 這隻叫著 這隻是日日救 這隻是日日救 這裏銀時好像沒什麼 這樣了 這裏騎著 這裏有一點 就有一點 再被湧上來 這隻是鋼 紅衫紅帽,萬事有,近距離 就在這裏 我覺得這隻銀時,這幅集叫做OK 因為五十八秒一 他退一點,尤其是新騎士 至於看馬,我就想和大家看回這隻飛馬輝煌 上次中了露露之星回答他 因為露露之星那天撿他一檔 這隻試雜的時候,都是試得很出色 但跑的時候跑直路 露露之星,那天撿過一檔,就趕快贏 後面的同友友都拍明驅,同友友都再出就行 都拍明驅輸不遠,管得好都OK 再看那隻大純威,一會兒看看是否跟得急 紅旺就下班,一條街,開心好友都行 其實這場馬的時間,五十五秒九 即是捱著五十六秒,是可以的 飛馬飛黃是新馬 那時候可以跑到這個時間 那我想和大家看看,這隻當日的大純威 是否跟得早了一點 我覺得這隻馬都是後上好一點 不過這隻馬有點隆盡 大純威 飛馬飛黃一早就放在前小小位 橙三那隻 大純威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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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馬飛黃在這裏 還有一隻紅旺追入 露露之星 後多一層的馬大純威 裡面的馬匹還有刀柏 大純威都在追緊 大到最後八多米 露露之星先出現 兩間中央夾著飛馬飛黃 外面就同有 接近終點 露露之星依然佔先都好有機會 就贏出這場賽事 跑第二名呢 飛馬飛黃 看完他跑一千,今天要轉彎,跑一千二,我再檢查他那些神操 他有一貨,我記得好像是1050,即是上次之前 一千的貨上次就看了,上季的,7月的時候,是不是這場呢 這一貨,合衝共濟是快馬,飛馬輝王後面的高高呢 其實那場都差點鏟進來,今季就轉了阿摩馬房 這貨集1分01秒幾時間是可以的,他沿途是三疊,是1050,但今天跑一千二 但可以看他轉彎,在外疊第三疊轉彎的,這隻 但回來的腳都是OK的,有力的,今天要跑一百五米,草地 飛馬輝王就是這隻,紅衣這隻 橙衣這隻,橙衣這隻,外面這隻 七月的了,這貨集,只是今季初出之前 在三疊轉彎的,回到來也有點力的 那隻就是桃花紅來的 那隻就是桃花紅來的 轉彎入直路的時候,前面就合衝共濟放了出來 三疊轉彎呢 外面紅衣,就是那隻 都起碼沒有片出去先 飛馬輝王第四位就是大師級 後面還有尾三,外面紅衣高高 灰馬白衣,就是泰白山 要要包尾,自己慢跑 那隻就是桃花紅來的 好了,最後百多米,賣便位置就是合衝共濟 還是先佔的 中間紅衣有緣人 外面位置還有隻飛馬輝王賣便大師級 其實位置變動上面不大 外面紅衣上了一點點就高高 那這隻飛馬輝王今天就轉過來跑千二 因為應該沒有賽程 撿了個二檔,一二七磅都叫做OK的 大順威,我想跟大家說一下這隻馬 這隻大順威呢 大家,他在四班跑了四場 上場輸兩個領馬位 比飛馬輝王露露之聲 沒什麼得說的 今天呢,就看回他的賽職 一千,對他來說應該是短的 這隻馬其實最有威脅性的兩場 就是在三班千二米 就追上來,我留意他就看這一隻 就看這兩場三班 那不如看回他跑快活谷千二 那場對著什麼對手呢 就是美麗躍動,加州得迅,壽神 勝利在首,疾風勁草 醉標噴火龍 這些馬回來,他怎樣跑呢 追上來的,跟他這幾場的跑法有些不同 當日他還要撿過十二檔 綠色這隻就是了 其實出雜倍沒什麼慢的 都幾大份幾論盡 有魏君子,美四粉紅帽,疾風勁草 後面三隻大純威,龍船,包在尾,是家家成功 對面直路尾,前面帶頭是勝利在首 已經放了出來跑 傅曼家就第二位 壽神主重點,在內蘭第三馬 加州得迅變了被動,在第四位 第五位,內蘭粉紅亞 就美麗躍動第七位 中檔最表,外面有魏君子 後面的馬,紫色三尾五噴火龍 再後些才疾風勁草,大純威那些馬 好,正在直路,前面勝利在首,放了順了 見到壽神,開始移出來外面追著他 見到追出加州得迅 其實他都有撲的 不過別人正強的意思 還有他都是脾氣的論訊 他都有撲的 接近終點,美麗躍動贏 跑第二名 當日這隻大純威,是梁家俊 都可以騎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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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看新的試集 那隻 我想跟大家看一隻 叫粉絲狂歡 他試了三貨集 今季 有一貨,這一貨 因為莫雷拉要試 那隻叫聖德精彩 他就給了史錯峰試 我就不想看這一貨 這一貨1分11秒8 莫雷拉試千二這一貨 一貨1分12秒時間慢 但是看看他怎麼試 莫雷拉試 一出閘,他經常三個閘 他都有挨挨挨慢了下去 十當,鏟鏟的衣服 我記得 四集第四組 繼續是泥地的千二米 準備妥當 一出閘就已經是落了後面 粉絲狂歡 起營物 其他出閘都齊 那又不是說很久才湧上來 但是始終都叫蝕底了 三貨集都是這樣的 閃電龍是快點的 閃電龍是貼蘭 霸在前面走的 中華精神出閘都順利咬著第三 最初那隻就是黃黃寶區 和素鳥喜 馬南中間橙衣 就是澳龍區 貼蘭立得真 最初就是醒目再立 後面跟著他們的那隻 就是富全英雄 粉絲狂歡 然後走上去貼蘭 尾三 尾起營運 爆了落尾 又是稍稍脫了折 就是腹線 剛剛那六百米斷柱 前面就是閃電龍 帶著那隻合金王 在二疊二位 三疊的馬 就是那隻紅色衫 的塑料器 就推了那隻黃黃寶區出去 中華精神又推你們出去 原來省了些位 就辣得真 最初上巾就醒目再立 沿著馬群中間 上巾就粉絲狂歡 拿出去澳龍區 富全英雄 起營運 就拍著要出一隻複蝕 去到最後一百米 前面閃電龍 由頭放到尾 鬆的兩步 還能維持走勢 輕鬆第二 就是醒目再立 都沒什麼洩位 就試襲回來 末段二十三 這樣按住 我覺得這課可以參考一下 但這隻馬一出閘 經常都捱一捱閘 當然是蝕底一點 講回選馬方面 銀時 這隻馬 我記得有一場 我選中了 諾菲勝 很懶的那一場 只有那一場 就跑得好一點 跑第四 但那一場馬 我記得 都挺麻煩的 那一場馬 就 中華威威 銀時 轉得旺 好像是有些問題 這隻馬 今季初出的那部閘 就算是OK 這一場馬 出馬九隻 我選馬 我選兩三隻 給大家參考一下 就算了 我選了這隻 飛馬輝王 第一隻 就選他 試轉彎 1050 他也是有力的 腳 看回來 跑多8.5 草地 二檔 也是好跑的 一出閘 都不會太落後 預計這場馬 都是銀時快 可能歐洲新星 試了800米 放在前面 都可能會快 就算了 我先愛了這隻 飛馬輝王 上次 就預算了 一檔的 露露之星 他又跑過第二 看看 今天的賠率 一定是熱的 看看 又跑得如何 熱的話 丁冠豪這陣子 都是懶得多 第二隻 我選的 都是大順威 這隻馬 今天找到 何澤堯去騎 我覺得是適合這些馬 今天撿過八檔 看看他不會 若然他不會 咬得那麼前 那麼小馬 看看他用 我覺得他最好的兩場 就是撲上來 最有威脅性的兩場 剛才看片 書比美麗約動 那些什麼 加州得信 那些 兩個多三個馬位 我記得嗎 兩個多馬位 是兩個多馬位 其實他也是有撲的 只不過人家撲得比他近境 但是現在是四班 找到何澤堯 所以也會選擇這隻 至於其他馬 那方面 再選擇多一隻 都是選莫雷拉的粉絲狂寬 這隻粉絲狂寬 出雖然是慢一點 但是回來 他節省一點 也有少少 按住可以23 要選擇就選擇這隻 我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場馬 1號的飛馬輝煌 3號的大純威 5號的粉絲狂寬 至於我自己覺得 有隻馬 雖然這陣子跑得很差 但是真的要留意一下 賠率 這幾場都是跑得很 由上季跑到現在 都很差 贏完那場就是清新動力 看這裏 整天都跑拉尾 但是今天 史卓鋒好像碰過幾隻馬 他就走來騎這隻 但是我又不覺得 一定是他選擇的 大家留意一下賠率 如果你說賠率 莫名地 突然間熱了一點 可能已經四年還四重彩可以選擇 不過這隻馬今季的體重 比上季更輕 我就選三隻馬 就算了 我清新動力 跟大家提一下 史卓鋒選他來騎 或者徐與石 為什麼要用他來騎 我選擇1號的飛馬輝煌 3號的大純威 若然選擇多隻 就選擇5號的粉絲狂歡 希望各位贏多些 支持一下這文 給一下手指弓 拜拜